在今天晚上CBA重燃渣火,今天进行了独唱比赛,其中不妨有辽兰和深圳的复仇之战,比斯利的CBA首秀,还有新江河首钢的大战等等,每一场都很精彩。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CBA的最新排名,广东宏远依旧战绩第一,今天他们在主场成功击溃了童西队,比斯利上演了完美首秀,牛队的吴远威姆斯也有不错的发挥。 辽兰今天则是成功复仇了深圳,郭艾伦最后时刻连续德本令人印象深刻,至此,辽兰和广东已经提前锁定了CBA的前两名,他们之间也仅仅相差一个正常的差距而已。 第三一就是深圳,他们的实力还是很强的,第四属于这将广煞,今天广煞浪费好机会,客场输给了山东,浪费继续追赶深圳的脚步。 新江队祭拜了首钢之后,在战绩榜上也反超了对手,现在两队一个第五,一个第六名。 福建南篮属于先以后羊的点败,现在已经拿到了25场胜利的他们,继续位居第七名。 山东队在劳魔组合归来之后已经完成崛起,虽然在列第八,但是他们和生前的球队相比差距并不大。 吉林队在琼斯的带领下,是任何人都不希望遇到的球队,他们的胜率超过50%,位居CBA第九名。 胜率在50%的有多达四支球队,他们按照顺利排名分别是,上海碧里碧里,江苏肯蒂亚,广州龙诗,和浙江球中银行。 这四支球队的战绩都是20胜20负,他们中浙江队排名第13名,如果是其中任何一支球队排名第13,他们将无缘以后赛的附加赛。 这个赛期的赛质变了,除了进行分区之外,前四名直接几人进入倒计后赛,5至12名参加附加赛。 浙江队之后的球队,都没有了进入倒计后赛的希望,他们按照排名高第一次是, 山西粉九,青岛南兰,铜西南兰,田径南兰,四川,八一和北空。 字幕志愿者 杨洋三一和 Brother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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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